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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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這個來到拍的現場 深刻地感受兩個字 活力 但是接下來 剛才我們聽了柯博士的湯 喝了一道湯之後的話呢 我現在接下去 想跟大家分享的話題 是垃圾 垃圾 現代人的話呢 這個都堆積了很多垃圾 包括心理的垃圾 物理的垃圾 生活的垃圾 我的意見就是 清理 心理的垃圾 要從清理物理的垃圾開始 因為物理的垃圾 它有的時候就是心理垃圾的投射 我們大家 都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在生活裡或多或少的 都堆積著一些物理的垃圾 生活的垃圾 這些垃圾日積月累 讓我們的心理感覺到負擔 感覺到負累 感覺到很煩惱 感覺到很煩躁 久而久之 它會轉化成你的心理垃圾 使你生活得不輕鬆 不快樂 不健康 大家都可以這樣想一想 我們在自己的生活環境裡頭 在我們的辦公室 在我們的宿舍 在我們的家裡 是不是經常堆放著 堆積著一些垃圾 包括你的辦公室裡 各種無用的物品 到處地堆放 你不一定會去清理它 久而久之你會習慣它 在自己的家裡 也是有很多的生活的用品 跟物件 到處地堆放 形成生活的垃圾 我們還在很多的單位的辦公室裡 還看到寫字台上桌面上 堆放著各種各樣的資料 文件 材料 報紙 這些東西的話呢 一直一直往上堆上去 可是你並不經常去清理它 你習慣它 你可能只用到面上的幾張報紙 或者通訊錄 過三個月 過半年 可能你都不會再去看這些東西了 我們很多學生 他的這個書架上很多書 根本就沒看 畢業之後堆了很多書 根本就沒看 過十年還不會看 但是他捨不得扔掉 再說到我們這個家裡 很多婦女的這個女孩子的衣� 我們女孩子經常有一句話叫 女人的衣櫥總是少一件衣服 她總是不斷地上街購物買衣服 買的衣服很多 但是穿的並不多 她的衣櫥裡很多舊的衣服 很久沒穿了 過三年五年不會再穿了 有的衣服是新的買的 還沒有穿 但是她也已經不會再去穿了 這些東西也許對她都還有用 這些東西它是有價值的 但是她現在已經不需要它了 不需要它的東西 對她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東西的話呢 擠佔了她我們的生活空間 擠佔了我們的日常的工作的環境 同時造成了我們工作環境的淋亂跟繁雜 這個工作環境的繁雜 實際上的話呢 就投射出你內心的淋亂跟繁雜 甚至可以人感受到你的情緒是亂的 你的心理是亂的 甚至你的思維是亂的 思維是亂的 那這些垃圾 這些垃圾不僅來說 會使你的生活感覺到紛亂 繁雜 雜亂無章 而且呢會給你帶來負累 感覺到壓力甚至壓抑 更有甚至它會激發你內心的矛盾 防躁 糾結 焦慮 那麼這些垃圾從何而來呢 怎麼產生的呢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生活在垃圾中間 這些垃圾是一點一點的日積月累 有的很多東西是有價 是我買來的 我想方奢華獲得的東西 但是我想說 這些東西本身也呈現出你的欲望 是你的欲望的日積月累 大家回頭可以細細地想一想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是靠欲望驅動 來進行各種的行為 欲望 非常一個重要的一個詞 它產生動力 這個動力 是你生活 學習 工作 創造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動力 驅動力 一個人說如果我沒有欲望 那麼這個人肯定是無所作為的 無所作為的 這個人不靠譜 不信任 不可用 如果老闆又一個沒有欲望的人 這個老闆肯定也有問題 但是問題在人往往 不能夠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欲望 而被欲望所掌控 我們很多生活中的努力 所獲得的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 而是滿足自己的欲望 而當這個欲望超過你的能力 超過你的需求 超過你的生命的承載的時候 就會成為你心理的負擔 對你造成傷害 對你造成傷害 這個傷害是非常深的 非常深的 這個我們有這麼一個很多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在座的 很多人都喜歡讀書 都喜歡讀書 我也是很喜歡讀書 從小讀書買書 讀書買書 但是我發現讀書人有一個毛病 買的書越來越多 讀的書是越來越少 畢業後過不了幾年 你的叔叔的書已經完全放滿 堆滿了 擠得滿滿的 但是的話你還會去買 還會去這個買來書堆在書處裡 叔叔堆不下了堆在房間裡 堆在床鋪上堆在椅子上 堆在地板上都有可能 出版商還是挖空心思的策劃出新書 誘惑這個誘惑你的購買欲望 但是你要知道 自己要想把這些書都讀完 是不可能的 讀完這些書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去讀它吧 你心裡始終有一個焦慮 有一個壓力 這個書像你的老朋友 在你的書處裡盯著你看著你 經常的還會嘲笑你的無能跟浪費 當然 對不對 我們在研究探討這個網絡成癮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在上網 實際上我們上網 有一個網絡成癮的表現形式 就是對一些信息資料的 這個拼命的瘋狂的下載 我們很多人 一上網就拼命的下載各種的資料 視頻的音頻的文檔的下了很多 不斷的在拷貝在存儲 結果的話呢 一個有一個的這個 非常好的優秀的資料 它可能沒用 這些資料一個一個硬盤堆 堆積起來的滿足的是它的什麼 它的慾望 而不是它的需要 我們現在還流行這個網上購物 淘寶 阿里巴巴 實際上改變了人們的一種消費習慣 但是網上購物 其實上很多購物者 他不是滿足他自己的需求 而僅僅是滿足他的購物的欲望 在購物的過程中 他獲得一種心理的示範 能量的示範 有的比較焦慮的人 他克服焦慮獲得安全感的方式 要不就睡覺 要不就大跑 要不就拼命地吃東西 要不就拼命地購物 我們看到很多接觸過一些人 他就拼命地往上購物 購物的東西堆滿在家裡 但是他並不是他所需要的 這些都來自於他的這個慾望的需求 所以佛教告訴我們說 貪嗔吃 人性喪毒 用以貪戀為首 人的慾望會在不斷地膨脹過程中 但是人的需要 人的能力 人的承載 人的生命的長度是有限的 當這些慾望超過你的需要 超過你的能力 超過你的承載的時候 就會成為你生命中的垃圾 成為你生活中的垃圾 我們說這個垃圾 不僅僅包括那些生活過程中的一些廢棄物 它也包含了這些超過你能力的 超過你需求的 超過你承載的這些東西 超過你承載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對你會贊成負累 會造成壓力 會造成壓抑 會造成傷害 但是我們經常會被慾望所控制 比如說我們見到美味佳肴 見到美味佳肴總是會勾起自己的食欲 我每天攝入大量的能量 氨基酸 蛋白質 脂肪 這些東西如果你身體很好 你需要的東西 那麼它就會轉化成你的健康 轉化你生命中的力量跟成長的元素 但是如果這些東西超過了你的 新陳代謝的運化能力 它就會堆積在你的身體裡 堆積在你的血液中 成為有毒的垃圾 有毒垃圾 久而久之你的動脈就會硬化 老化 你的身體就會肥胖 糖尿病 就會高脂肪症 甚至時間長了還會癌病 這就是人的慾望 超過你的慾望的東西 對你來說都是有害的 實際上在我們的生命中 有這麼一個現象 就如果你不能夠 不是你所需要的東西 它都是你的負擔 你不能控制事物 就會被事物控制 你不能控制你的慾望 你就會被你的慾望所控制 推而管之 我們很多人知之以求的 財富 權力 地位 名譽 榮譽等等 這些都如果超過了你的承載能力 超過你的承載能力 超過你的需要 超過你生命的需求 那麼對你也只會產生一個負擔 《易經》有講 《帝斯坤君子以厚德在日》 這是清華大學的孝訓的一句話 就只有養得以承載望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承載這些東西 就會造成傷害 佛經有講 《向由新生 進水新造》 我們很多的物理垃圾投射為心理 就會成為你心理的垃圾 我們要想健康 要想健康的成長 要調節心理 就必須放棄到心理的垃圾 而清洗心理垃圾 就要從清除生活中的垃圾 物理垃圾著手 與它們有相應的對應關係 有一個調節的方法 就是當你感覺到壓力很煩躁 很不安 很困惑 很焦慮的時候 你可以放下你的欲望跟執念 清靜下來 安靜下來 從整理你的空間 整理你的環境開始著手 整理情緒 從打掃衛生開始 說到這裡的話呢 我又想到了 有一個流行世界的管理方法 叫5S 5S是來自於日本的 叫做整理 整頓 清掃 清潔 素養 這五個字的話呢 它的第一個字母 在日文語裡面都是叫S 所以叫5S 現在已經發展到七個S 加上一個安全跟節約 這個5S是日本人 發明這個5S的管理方法的 就希望通過這種清理 清掃 整頓 整理 然後營造一個一目了然的工作環境 然後讓它員工養成這種 清掃 清理 清潔的良好的生活習慣 工作習慣 以提高它的素養 最終達到實現它的產品質量 跟生產效率 那我在想 這裡邊清潔清掃的 不僅僅是空間的環境 也是它的情緒 它的心理 這裡邊整理整頓的 絕不僅僅是它的這個生產車間 它的倉庫 它的物流 它實際上是在梳理它的管理思路 梳理它的管理流程 工作的流程 所以日本人非常聰明 它用這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方法 誰都可以學習的 但是它背後 因為還有很深的道理 非常深刻的道理 我們觀察一個企業好不好 有很多的評估 跟觀察的方法 但是有一個方法非常簡單 你可以看它的環境 看它的員工的精神面貌 今天下午大家從這個院子裡 走進來的時候 一定感受到我們這個環境 一定感受到我們下面的環境 是非常清潔清爽很清新的 是不是 所以一定可以承受它這個管理的水平 跟它的運營的狀態 運營的狀態 我們說清理心理垃圾 從清理物理垃圾開始 那麼怎麼樣去清理物理垃圾呢 我們在使用互聯網的時候 經常會 在使用電腦的時候 經常會碰到 我在清理電腦系統垃圾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兩種方法 一個叫做整理 一個叫喪除 我們清理生活的垃圾 清理心理垃圾 也是這兩個方法 一個叫整理 一個叫清除 要養成這個習慣 我們從現在開始 要竖起耳朵 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真誠地去面對自己真實的需要 面對自己真實的需要 放慢腳步 放慢放鬆 放下放棄 放慢生活的角度 放鬆你的情緒 放下你的慾念 慾望跟執念 然後放棄你所不需要的 超過你附和的這些生活的垃圾 物理的垃圾 回歸簡單的生活 回歸簡單的生活 這樣的話 從今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奉行這樣一個原則 每天都清理 清潔 使我們的生活中 更多的清新 清爽 思維更清晰 生活的更清晰 使我們的內心 然後更加的平和 更加的安寧 內外和諧 健康快樂 謝謝大家